李宇春曾被父亲两次劝退出娱乐圈 小战、高一祥都有相同经历 可惜了高一祥由于一直对演艺圈抱有戒心 李宇春父亲在其参加超女比赛时就没有去现场支持过他 因为他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唱歌比赛而已 等淘汰了,女儿自然就回来了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李宇春竟一路过关斩将 并因此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2018李宇春的演唱会 因为劳累、华摩颜发作 李宇春选择打封闭后主管上台完成演唱会巡演时 李宇春的父亲又再次劝他放弃这份职业 更是直接找到了经纪人要求对方不要再让女儿当艺人了 李宇春的父亲也是爱惜和心疼女儿 但李宇春却坚持他自己的事业 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也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 但好在一切都停过来了 甚至连前不久因录制节目发生意外去世的高一响 其实早在刚进入娱乐圈时 就曾遭遇过他父亲的强烈反对 但是人没有抵住孩子对演绎的热爱 相信现在高富心里肯定是懊恼万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